因為我們昨天是在體驗版用 今天要在雲端平台用對不對 那你昨天寫的 可不可以把它匯進去 可以喔 所以不用重來喔 那怎麼用呢我們試看看這裡 比如說我在這邊 假設我載入一個 任一個專案 假設這個專案 我現在在體驗版做好了 那我要把它拿到我們 這個 雲端平台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在右上角還記得怎麼產生那個網址吧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這個網址你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上面的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好現在我們進到我們的雲端平台 你進到這邊來 我剛剛在這邊是不是有開了一個專案呢 那怎麼樣把它匯入 請你找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齒輪 左下角左下角 就是你已經開了一個專案之後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個齒輪 找到了嗎 一定要先有一個專案喔 先有一個專案 好把它按一下 把那個齒輪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匯入跟匯出 那 怎麼匯入 我們在雲端平台 它的專案是可以匯出成 所謂的那個一個檔案的 存在你自己的電腦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雲端平台是 最多只有20個 那你如果真的不夠的時候其實你可以把你的專案匯出來之後就把它刪掉 那等到下次你要用的時候我就把它丟進來 這個是跟我們那個體驗版不一樣的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今天 要跟各位介紹的你如果在體驗版做好的 你可以從這裡你看匯入的地方有沒有一個叫做由連結匯入 你應該知道 要把剛剛的網址貼在哪裡了吧 這裡按下去 把網址貼進去 這樣了解嗎 貼進去之後下面有沒有個OK 好啦 他會很認真的提醒你你真的要複寫嗎 因為這樣會把你現有的這個專案的資料把它覆蓋掉 所以你就按確定吧 有沒有進來了 那進來了之後如果萬一他的這個開發板 這裡沒有對到你可以直接 修正一下 這樣了解了 剩下的積木是不是都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你昨天做的 你要把它匯進來 你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匯進來了 這樣會不會用的 可以試看看 車 我 我 我們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